大家都拿到自己要完成的任务了吧 拿到了 那再重复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 如果一个月内玩不成纸条上面的任务 就得请全宿舍的人吃火锅 还是不限量的高级火锅 来吧 先看看我吧 去看说走就走的瀑布 林花前面又关关了 哪里还有人自己的缘啊 我的是 变成无人能敌的游戏高手 玩游戏可以说是我唯一的弱项 我是减肥 完了 我可是大胃王呢 我是学习书法 本公主是尽不下你典型的人 这次输掉了 于是 为了吃破步 一定要多赚点零花钱 一分都不能乱花 为了成为游戏高手 一定要多练习 为了减肥成功 必须吃火锅 为了要练好书法 必须现在就开始练习 一分钟后 可是天气这么热 买五块钱奖励自己吃分水高 不过分吧 都玩了一分钟的游戏了 奖励自己看三个小时的书 来唱歌里吧 减肥也没说黄瓜是饭前吃 还是饭后吃嘛 我得先吃饱 才有力气减肥 意外发现 毛笔上装也怪服贴的呢 毕竟公主做什么之前 都算是买买的呢 到了检验任务这天 我的任务是减肥 但是我差了一丢丢 所以只能减肥 应该也差不多吧 我把手伸高了玩游戏 这就算高手玩游戏了 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书法字 写得非常有艺术气息 这也算 完成了吧 终于还是到我了 走吧 我带大家提供我的任务 太软了 不不看不了 我就请大家看机会版 不不 随心随心都能看 看见其他人的任务都做成这样 我就放心了 要不 大家帮我们选一个任务 做得最差 要接受惩罚的人吧